让我们来欢迎欧莱雅品牌代言人龚俊来到直播间 有请俊俊 Hello 吉良老师 又见面了 我们先请坐请坐 先请你跟我们金头琴的各位打招呼吧 各位在巴黎欧莱雅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今天今天其实也非常清爽帅气 感觉好像是卸下了重担 因为刚走完红毯是不是 是的 昨天走完了 今天这个直播就穿得舒服一点 舒服一点 感受如何走红毯 刚开始有点紧张 不是昨天不紧张 是那个知道要来嘎那的时候有点紧张 但昨天一点不紧张 我觉得睡得还挺好 挺好 状态很好的 所以这几天在嘎那 我们除了去走红毯之外 还有做一些自己私人行程之类的吗 没时间 没时间 但如果感受这个城市呢 你觉得城市怎么样 那个前天刚到的时候 晚上出去稍微逛了一下 感觉很怯眼 很舒服 对 然后这边这个海风啊 游艇啊 天气啊 都很舒适 如果下次来给你假期 你打算在嘎那做点什么 其实我都想好了 他们昨天就在跟我聊 我说在嘎那要不下次来的时候 待上一个星期 待一星期 待久了可能我有点不喜欢 就可以在海边喝喝酒啊 然后嘟嘟下海的吊什么的 吃的有点不太习惯 吃的不太习惯 是的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像我们很多这种 沿海度假城市一样 其实待一段一小段时间 放松一下 调整一下 对接下来我们去重新投入的工作里面 很有帮助 是的 是 那我们其实讲到嘎那 当然避不开一个很中文的话题 就是我们的电影 那这一次 俊俊来到嘎那 有没有见到想见的导演 没有 但是你想见他是不是 对 很多前辈都很想见 很想见 然后特别想看一看那个怪物 是之欲和导演 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他的电影 好几部都看过 很细腻 很温暖 然后 但前天 他是前天的 做了红毯 对 前天的首映 没时间看 我听你看了 对 我们聊到了 对 是不是很羡慕 昨天接受了吉良老师的采访 对对对 那其实听起来 俊俊很喜欢看这种 就是像施志宇和先生的这种 有一些治愈向的生活化的电影 对不对 不仅仅吧 还不仅仅 那除了这个风格之外 还喜欢看什么样类型的电影 吓人的 吓人的 惊悚的 科幻类的 悬疑类的 那你这个其实跟你在荧幕上扮演的角色差异很大 因为你很少去演一些惊悚片里的角色 没有演过 没演过 所以想尝试 对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类的题材电影呢 它有很多反转 然后剧情像我比较爱看 就是反转反转再反转 因为我永远不知道最后的那个真相到底是什么 未知感吗 嗯 神秘感 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跟应该跟俊俊一样 就是特别喜欢这种有这种探索感的 对 然后有这种完全未知的未来的 或是很多神秘的一些元素潜藏在里的电影作品 是的 就跟我们巴黎欧莱雅一样 巴黎欧莱雅一样 我还没cue他自己主动cue了 对对对 特别好 探索未来的尖端科技 探索未来的科技 对对对 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屏幕前的粉丝们 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龚俊以后的精彩表现 因为你自己提到了 未来有机会的话 你想出演类似的角色 对对 或者题材 或者什么有先许个小小的语言 希望以后有机会带着作品来干嘛 好的 希望吧 接下来我们就见证着我们龚俊的一路路的蜕变 好不好 谢谢哥 请各位粉丝们来支持我们俊俊 那今天其实邀请到我们龚俊的这部电影后呢 当然不但你白来 要给我们的粉丝送福利 送福利 今天我们会有两轮的福利福带抽奖 而且礼物非常惊喜 你猜一下我们送什么 什么礼物 送吉良老师的签名照 我希望会有人去 我们送签名照没有错 但是我们送的其实是龚俊签名照 刚签的 其实这一张刚签了 新鲜出路 我就先修藏吧 没有 我们还要送出来的 这一次我们一共送两轮 这一轮我们先送我们五张来自我们龚俊 在嘎那亲手签的签名照 所以各位呢 如果想要拥有的话 赶紧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那点击我们左上角福带参与抽奖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龚俊精美签名照 五分钟之后就会开箱 所以赶紧点我们的福带抽起来 抽起来 那后续呢 我们还会有一轮福带抽奖 所以呢 各位一定要蹲住直播间 千万不要离开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 龚俊 我们日常的一些拍片的生活 聊了我们自己度假 就聊你的工作了 没问题 在我们片场 除了在拍戏的时候 你待机一般都会做什么 待机 就是在休息的时候 在片场 在片场 玩玩手机 看看下场的词 片场没啥可做 要不就小气一下 可能如果中间有隔个几场的话 就小气一下 然后就吃吃饭休息休息这样子 片场没啥可做 那我想问一下 基本上你因为你其实在拍片时候很紧张 而且应该很多时候会一边比如说看台本看台词一边的装造 对 你装造一半会需要多久之间 要分什么戏吧 古装稍微长一点 要现代剧 都是上次的逆风可能一个小时左右 这个或者活动也是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多小时 或者 古装多久 有别的戏可能就会更短一点 更短一点 如果古装的话呢 古装有的两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因为要各种发套 上各种上妆就很麻烦 对 有些特效装就会更长 更长一些 那我们其实会发现 其实在大镜头下面的很多眼云的肌肤啊 都希望能够拖延出体验出这种最完美的状态 所以但是我会观察了一下 你其实在很多现代装里面 你的装其实底装很薄 所以其实你是会上很薄底装来演 比如说现代戏的 现代这种戏的一些这样的需求 会会会 因为还是分角色 可能 因为主要肌肤状态好 能打 谢谢 是 主要我用了八流来 我刚想问你的护肤秘诀 先跟我们透露了 面膜用起来 面膜用起来 防晒用起来 防晒用起来 所以基本上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护肤的步骤应该是补水 补水太重要了 因为每天拍完戏 这个一天这个又是吸油啊 又是吸汗啊 这个肌肤的损伤挺大的 挺大的 这个底妆又一直闷在里面 没错 那得卸掉 然后赶紧补水 安平面膜 非常补水 没错 讲到安平面膜 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这款确实是工俊自己日常会喜欢用的 我真的用 我是带了的 我自己也很爱用 这款真的我从它升级之前就在用了 现在变成了我们的波色因安平面膜以后 真的爱到不行 现在真的是升级了 真的是很厉害 因为这块面膜为什么厉害 首先第一它补水 它有三重玻尿酸 第一种是我们的微分子玻尿酸 可以密集往我们肌肤里面补水 第二种是我们的大分子玻尿酸 可以在我们的肌肤表面来锁住水分 第三种是我们的疑险化长效玻尿酸 可以在我们的时间上维持我们一个水的状态 还保持一个很长的时间 所以肌肤就可以很稳稳当当的补进水分 哇塞 很厉害是不是 那你既然用它 所以除了在我们比如说在拍戏的时候 你还在哪些场合你特别喜欢用这个面膜 除了拍戏的时候 就是生活中就一直用 比如说坐飞机过来的时候 飞机上敷完再洗个脸 所以其实大家有注意到没有 其实我们最近刚刚到我们甘大那天 就有些粉丝就是在甘大 就路透到拍到了你的生图 他就觉得你状态刚上飞机还那么好 所以应该是在飞机上下飞之前用了面膜是不是 哥 其实说实话我上飞机没用 但上飞机之前用了 用了 然后下飞机到了嘎那也用了 也用了 所以昨天红毯状态也挺好 挺好的 而且这块面膜还是我们欧莱雅第一片添加了波瑟因PRO的面膜 它可以满足我们日常抗初老的需求 真正做到一个弹纹修护 常任屏障 而且里面还有成分B5 很多人很熟悉了 对不对 这一个舒缓 舒缓 反红 反红 维稳的一个很重要成分 在这样的一个强强搭配之下 肌肤不但可以水润还稳定又年轻 那想问一下我们俊俊 在卸妆之后你还会有一些后续的保养方法吗 还是用面膜 还是用面膜 你还是会让自己肌肤加倍的保湿 面膜敷两片 是 下次就要你拉到干纳海边 到底是海的水多还你肌肤里的水多 比一下 比一下这个其实我真的是听了很多这种明星化妆师跟我们推荐过 好像他们也会要求说很多艺人在第二天在拍戏上镜之前呢一定要敷一片面膜好好保养一下 好好保养 对这样的话呢皮肤就不会干 上妆效果也会很好 哥我是早上偶尔也会敷 也会敷 这样可以消肿 没错 哦消肿 其实有时候我们到夏天来了 我们将这个面膜放到冰箱里面冰一下 冰一下 也会冰冰凉凉的有一种收缩肌肤的消除浮肿的效果又能保湿 上妆效果也很好 而且呢像俊一刚说的一样 西装之后很多人会卡粉 卡那种肌肤很痒很不舒服 就是干 就是干 所以呢也可以用这款面膜来修护一下肌肤 那想要改善我们肌肤干燥干纹问题的各位宝宝们啊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一款我们的波色音的这个安平面膜 也很适合今天入手这款面膜 为什么呢 因为点击下方我们的一号链接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特别的礼盒给呈现一下 是我们限量8000份的 嘎那限定礼盒 来 它会跟我们的普通礼盒有不一样的地方 它有一个 就是我们要送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在礼盒里面送出一个 跟这次我们的嘎那有关系的 金棕榈的一个书签 然后呢也会有一个特质的礼盒 你看跟平常礼盒不一样有个金色的腰封 那这个里面呢 它会包含我们的波色音安平面膜10片 10片 以及我们的小银管30毫升一支 哦还有防晒 还有防晒 这夏天呢如果你想要远出远门度假了呢 就可以入手这款套装了 因为呢面膜可以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皮肤的干燥补水 而小银管呢可以帮你阻挡我们的紫外线 而且敷感水润 同时呢这个礼盒里面啊 还会再送你10片正装的面膜 以及四支7.5毫升的小银管 就是相当于买一送一了 便携装 便携装 哇塞 它非常适合放到包包里面 你想我们补一个防晒啊 对对对对 或装身体防晒啊都很合适 小包放到小包里 没错 那现在我们在直播间这套 我们的限量只有8000份 想要的话 赶紧点击下放到1号链接哦 好的 那我们现在安利完了我们商品之后呢 我们要做游戏了 什么游戏 有你在我们就不会让直播间非常的枯燥啊 什么游戏呢 你喜不喜欢玩一些带点刺激感 而且经常会屡出意外的游戏 开玩笑 会出一些这种意外的状况的小游戏 去跳海 不用不用不用 今天不用玩这么大啊 我们今天其实呢是来收集了一些粉丝的心愿啊 粉丝们想要把你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设计到的一些东西 带老直播间给你来 由你来展示给大家 但是呢 我们不会让你一个一个展示在镜头前 而是让你摸盲盒的方式 这个东西里面我们展示一下盲盒 这个大盒子里面有很多东西 每个东西呢 不许看不许看 这是盲盒吗 这是盲盒 只有我能看盖子都没有 你不能看你不能看 这个里面东西呢 我会让你一个一个摸出来 但是你拿出来之前 你要根据它的形状重量质感来猜是什么东西 没问题 猜完输出答案之后 再拿出来给镜头看 看你猜对不对 好吗 好 那我们先来试试看 而且呢如果你全部猜对 我们就会给粉丝们解锁下一轮浮力 猜不对 粉丝浮力没有了 是不是觉得责任重大 猜不对粉丝没浮力啊 是的 我们来试下好不好 好 来先摸第一啊 全部猜对啊 全部猜对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太好摸了 不许看 小风扇 小风扇 看是不是 是小风扇 这个东西 是你在偏长机上用的 这个夏天太好用了 这个必须得用 而且有时候你在化妆的时候 穿古装的时候 它就很闷热 需要一点来必须的 对 我这么一楼里面就很舒服 好的 这是一个答对了 好 给我 好 我先放旁边 这是我们的第一样 龚俊日常会用到的东西 来摸第二样了 猜对了一个 猜对第一个了 不许拿出来 雅铃 雅铃 太简单了 这个好像是你日常生活中 经常会用的对不对 这个会用 这个太轻了 这个可以拿来举肩 举肩 是不是偏长有时候 可能没时间去健身房 有个拿它稍微来训练一下 对 但不是偏长训练 有时候万一要脱衣服 脱衣服 我们听说龚俊有非常厉害的腹肌 今天在直播间了 既然我来到直播间了 今天在直播间了 吉良老师展示一下 我只有一块腹肌 对 那龚俊会给我们展示腹肌吗 今天不可以 不可以 这是另外的价格 因为这个我们龚俊还是 收到公司的要求 很手难得 有点不雅 对 有点不雅 没关系 我们直播间不能播这个 没关系 之后我们找机会 找机会 再看到我们龚俊腹肌 在戏里面看好不好 我都能猜到这弹幕说 有什么不雅 我们就爱看这一口 就爱看这一口 有关系 以后我们再戏里看看 我们的龚俊腹肌 戏里都有 戏里都有了 好 我们把你拿去 还有什么 帮我们收一下 下面一份 来 摸摸看 来 再摸 好多东西 这是什么 不是拿出来 我知道了 这是胶卷 是吧 胶卷 来看一下 是胶卷 相机的胶卷 胶卷 胶卷其实对你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日常 虽然知道它存在 但很少用到 因为现在很多数字化了 对 但是胶卷可以用来拍 相片 胶片 胶卷的胶片 会更加的有这种感觉 质感 而且会有一些比如说 现在有很多导演也希望 寻回到胶片的风格 有胶片机 有胶片机来拍摄电影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跟你工作很相关的东西 是的 好的 来 我来帮你收走 再来摸下一份 好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 三个了 来 大的这是什么 小心手 别夹到很危险 我故意说很危险 我故意说很危险 我故意批他说很危险 这个是不是有种本能反应 就是一打声声咔了一声 你就想说我赶紧要开始拍戏了 但其实现在的那个现场都不用这个了 他会用一个板 但可能也是产机板 但不会这么打 是 没必要 但是会有更有仪式感 对不对 可能吧 会有 下次我们请老爸聊了一下 为你量身定做一部影片 然后我来帮你打板 我就说 开 开拍 量身定做 然后吉他老师来客串 我来写剧本 可以可以 里面写大量让龚俊录夫妻的画面 从头录到尾 从头录到尾 这就是传 去海边拍 就拍小银馆的广告片 演个拳击手 那是拳击手可以的 好的 那还有一样东西 猜对以后才可以 我都看见了 你这么给我看 真的吗 我真的看见了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打出来好不好 你都给我看了 小银馆 这个也是你日常非常熟悉的东西 这必须得用 我小车房车都有 都有 而且夏天一定要用的东西 我们让龚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展示 特别好 我来用一下 脸有妆就不擦了 好的 手上猜一点 但这真的 我为什么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小银馆 是因为我自己其实 知道龚俊跟我们巴黎俊来亚合作 也是从我们防晒开始 那时候是从金馆开始了 是 对 然后小银馆其实对我来说 不是我是大海王者 大海王者开始的 然后从现在开始就是小银馆对我来说非常好 是因为它是一个对于混油皮和油皮 特别好 太好了 我就是混油皮 特别好用 混油皮 它很清爽 很轻薄 而且很水润 很舒服 同时又很强的一个这一个防晒的指数 质感就是很舒服 质感特别好 那既然我们的工具 这个五个全部猜对了 我们就要解锁我们的第二轮福利了 给粉丝发红包 给粉丝发红包 真红包 我自掏用包 自掏药包来发 杰朗老师自掏药包 没有啦 我要送 我要送 其实各个粉丝们更想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工具的清笔签名照 这个实用一点 这个很实用 这个可以日常放在你的这个喜欢 想看到的地方 看到我们的工具 温暖的微笑 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这个支持和勇气 是的 弹幕其实都在飘 发红包更好 那还是得是我们 塞了清笔签名照的红包 好的 这次我们会送10张 来自于我们工具的清笔签名照 想拥有它的话 赶紧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记得一定要关注直播间 然后点击左上角的福袋 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错过就太可惜了 错过就没有了 错过就归我自己所有了 错过就没有在甘纳签的 是的 这是在甘纳签的 那下面这些小游戏 真的是完全难不倒你 我原来还以为说 压轴的是这个小银馆 会难摸难猜一点 结果你因为也 结果你故意给我挑了一下 我放水了 对 那对于工具来说 小银馆是日常一定会必备的 必备那肯定的 嗯 我在海口工作嘛 是吧 然后那个紫外线也很强 不输甘纳签的这个紫外线 不输不输 防晒是必须的 那对你来说 挑选防晒的时候 你最看重哪些东西呢 首先对于我来说 我喜欢轻薄一点的 嗯 然后呢质地清爽一点 清爽一点 因为我又是个混油皮 混油皮 嗯 然后就说擦起来无负担 嗯 肌肤没有负担 很舒服 就感觉没有擦一样 你擦在手上就像护手霜 真的很轻松 像个护手霜 而且它不会反白 你看很多那个就是 男生在用这个防晒的时候 会担心说 除了汗就反白 除了汗就反白 这个完全不反白 不会 而且很多人会担心说 它这个一般的这种防晒 它成膜会费时 然后呢可能还会厚重啊 搓泥啊 然后假白啊 都很尴尬 但这款其实我们的欧莱雅小银馆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其实做到了一个完全的不粘腻啊 而且它无负担 更轻浮 不无负担 另外刚才其实龚军提到了 它的防晒指数要高 很高 它其实一个是SPF50加 PA4个加的一个高倍防晒 PA4个加 对 那这款我们龚军在用的小银馆 如果让你说一个防晒上的优点 你会说什么呢 从实际体验感来说的话 它其实给我用上之后 我的感觉就是很轻薄 很舒服 用完之后不会卡粉 对 因为其实像很多演员 你们日常真的要拍一些这种 粉底 粉底 然后可能会跟我们的防晒 会起一些 防晒太厚粉 对 会搓泥 而且又不能不涂防晒 因为比如说你拍那种在夏天 在海口 在海边的戏 你如果不涂防晒 你又涂了粉 一天下来脸就黑了 是的 就很困难 所以一定要用这种小银馆 小银馆跟你的这个妆效啊 妆容啊 完全不会产生任何的搓泥 是的 又轻薄 同时可以保证你的这个妆不会卡粉 太重要 太重要了 所以呢这款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是因为它其实采用了我们欧拉雅的专研的 麦色绿防晒科技 所以实现了一个高倍防晒力 里面又添加了我们的玻尿酸和福日山温泉水 这两个很重要 温泉水 因为正是这两个 让它的肤感可以如此之好 能够在高效阻挡我们的紫外线同时呢 长效保持我们的肌肤水润 不油腻 无负担 很适合作为装前的一个拍档 来给肌肤多一层防晒袖保护 是的 出门度假 戴上这个 准没错 准没错 好的那如果各位正在屏幕前看直播的宝宝们 想要用一款高倍防晒 又肤感优秀的防晒产品的话 那这款小银馆很适合了 太合适了 那可以点击下方一号链接 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入手这一套 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展示这个礼盒 我们的限量8000份的 嘎那限定礼盒 里面不仅会有一只小银馆 30毫升 还会有10片玻色音安平面膜 同时呢还会再送你 4只7.5毫升的小银馆 这个7.5毫升的小银馆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太可爱了 它非常适合 你看这个很方便 放在日常的包包里面 我上次买了它也送了这个 对对对 你要日常放包包里面 你和女生出门一个小包里面放一只 我们有时候你知道防晒其实要补的 是 对比如说我出门可能很长时间 我们就补一只防晒 或者说我的身体 比如说我除了脸以外 我的这个身体 比如手臂啊 小腿啊 我不想被日光晒到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防晒来补防晒 手有点滑 此外呢还会再送你10片 我们的波色音安平面膜 相当于我们的面膜和我们防晒都买一松衣了 哇塞 非常划算 这套限量8000份的面膜呢 各位想要的话 赶紧点击下方1号链接入手吧 那刚才其实我们玩了一场游戏之后呢 其实还想跟我们俊俊啊 来聊一聊你一些 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是 比如说你日常会刷抖音吗 会偶尔刷 也会刷 在片场有时候 比如说可能等戏的时候 或者是无聊睡前 会刷一刷 有刷到过我们欧乃亚的内容吗 有有有 广告了 广告可多了 是吗 给我推送 你会看吗 会看会看 是我的我会看 你去看一下 那看来你已经被我们的算法拿捏到了 拿捏精准啊 是 说不定那个抖音 待会欧乃亚会不会发 我不知道红毯的 是可能会发 可能各位看完直播之后 下一个一滑看到的视频 来自于我们龚俊走的巴黎欧乃亚 我们这次嘎那的红毯的视频 大数据推送 大数据推送 精准推送 既然如此 这么了解抖音 这么了解我们的品牌方 我想问你一下啊 好 到底在你心目中 巴黎欧乃亚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呢 什么样的品牌 嗯 这次来到嘎那 感觉到巴黎欧乃亚真的是一个 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品牌 具有包容性的品牌 国际大品牌 嗯 因为这次来 来的都是巴黎欧乃亚合作的一人 嗯 很多全世界各地的 全世界各地的优秀的一人都来了 对 像我左前方还有一个海报 大家看不到啊 也是有这次我其实很期待遇到 我来自巴黎欧乃亚的 Kid Winslet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凯特大魔王 凯特大魔王对 非常厉害的 他之前的很多电影里面 就形象百变 那既然讲到包容的美了 我想问一下啊 你觉得巴黎欧乃亚最欣赏的美是哪一种呢 最欣赏的美 嗯 嗯 我觉得没有 没有定义是具体是哪一种美吧 我觉得巴黎欧乃亚 它是一个致力在这个护肤界啊 嗯 非常 至于尖研尖端科技的这么一个品牌 是的 然后不要定义哪一种美 不要定义哪一种美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美 大家都能接受 嗯 做自己喜欢的啊 什么样的美都能接受 哎 我觉得其实龚俊讲这句话非常的好 因为呃 龚俊其实告诉我们 其实美并不是这一种形式 是 而且巴黎欧乃亚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是在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试图告诉所有的这些女性和男性们 你都可以拥有自己属于个人风格的美 你还记得巴黎欧乃亚最早的时候的广告词是什么吗 你值得拥有 现在呢 我们值得拥有 没错 其实不管是你值得拥有 还是我们值得拥有 它其实讲的都是我们作为巴黎欧乃亚品牌产品的受益者 是 我们不但可以在我们的肌肤上 可以实现我们自己想拥有的美感 同时我们也可以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的风格之门 这是为什么巴黎欧乃亚跟我们甘娜合作的原因 其实在据我所知道 巴黎欧乃亚其实跟我们甘娜已经合作有26年了 是一个非常长情的相互陪伴的关系 是的 那之所以跟甘娜电影集合作 也是因为其实在这个电影盛世上面 包括我们工具也看到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员 不但有导演 不但有演员 也有很多幕后工作者 优秀的 优秀的像配乐 然后像各种摄影模特 歌手 对歌手都来到这个行业 来到这个盛世里面 呈现出他们自己个人的风格 呈现出自己个人的美 这是让我觉得 甘娜和巴黎欧乃亚想传递的一种 关于美的理解 不被定义的美 不被定义的美 那讲到这些 其实想问一下 那之前像昨天 其实已经走过红毯了 走过了 对我想问一下 你当时 会有一个红毯等待区 就是我们即将走上红毯那一刹 你站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当时什么心情 就感觉像是有点像是 你没有那么那么的浓重 就感觉有点像是在做梦 因为这是这个红毯 他每年都是这 对没错 以前只是在这个媒体 或者是电视上看 看到 以后以前就当看热闹一样 没想到自己还真的能 踏上了这一个红毯 对对对 像做梦 还蛮开心的 而且走得也很顺利 是 然后 这个 大家也都看到状态还是各一 那是因为用了巴黎欧莱雅 没错 其实顺敬刚才讲了 一个很重要的心情 就是 他觉得这个红毯 其实以前就是能在一些 其他地方看到 是 走上去以后一一不一样 实际上如果很多人 很多朋友 以后有机会来到 跟他度假的话 这是一个度假城市 你会看到其实在电影公门口的 红毯它其实并不长 它其实都暖只有十来米的样子 差不多 对其实 我们最终看重的并不是说 谁走上红毯去拍了多张时间照片 我们最重要的是 作为一个电影行业的参与者 作为像我来说 我是一个电影行业的一个粉丝 我会热爱看电影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地方 是的 因为有那么多优秀的人 在这红毯上曾经踏过它 然后进入电影宫里面去举办他们电影的首映 或是观看一些电影的这么一个播放 那很多这些优秀的人在这里聚集他们产生了无数灵感 无数的火花 未来可能又有很多有奇妙的合作产生 是的 其实我认为这个红毯赋予给电影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它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承载者 对承载者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龚军刚才许愿一样 他也希望下一次可以带着他的电影作品 来到这个红毯上 其实我昨天在跟龚军聊天的时候 有一个有趣的环节 我跟他说我自己个人很像许愿机 就是我每次在嘎那 我在采访艺人的时候 有艺人就许愿说我下次可以带作品过来 最后都实现了 借您吉言 是 那希望真的吉良有一张吉言 谢谢哥 接下来龚军真的有机会带他的作品 重新走到红毯上 用另外一个身份 来呈现出他自己对于电影 对于美的理解 哇 是 太好了 特别好 多许许 接下来我需要龚军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感受了 因为其实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是面对镜头 那其实像昨天你在红毯上 也会有很多长枪短炮对着你了 是 那这个时候其实一张很能打的脸 是被很多粉丝们所津津乐道的 那你到底是如何去面对长枪短炮的镜头呢 你会采取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吗 比如说第二天你知道要去穿红毯了 你会做哪些加强的方式吗 那个头天早上首先睡眠 睡眠好 我吃了点那个叫什么 退黑素 睡觉 帮助睡眠 调着吃叉 然后睡眠好的状态会好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先洗了个热一点的热水澡 因为它会有点消肿的功效 还有就是喝了美式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敷乐面膜消肿 我之前也提过 然后擦了点小银管防晒 然后上妆也会非常的顺利 完全的服贴 这个其实我觉得工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护肤习惯 就很多人说这个面膜一定要是睡前才敷 当然睡前是可以敷的 因为这样的话保证你在睡眠时间肌肤可以吸薄水分 早上起来喷喷的 当然如果你当天有一些重要的活动 比如说像出镜 对比如说有一些可能需要见一些重要客户 你需要自己状态很好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当天早上敷一片面膜 这个面膜就会让你的肌肤加倍的水润 让你的妆容非常的服贴 没有那么的规定 一定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来做就好 另外就是防晒很重要 尤其现在夏天到了 然后很多朋友可能每天通勤也好 或者说我们有计划去海边度假也好 这个时候都需要我们能够做好防晒 防晒其实我们跟大家纠正一下一概念 它不只是防晒黑 还很重要的是防晒我们会防光老化 因为其实光老化也是加上我们肌肤摔了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在保证自己肌肤能够白皙 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肤色的同时 能够防止光老化 这个是防晒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学到了 是的 那么在这个夏天 对于这些混油皮 油皮的宝宝们 或者是男士朋友们 什么皮都得都得用防晒 小银馆就特别适合你们 在我们这个夏天去使用了 因为很多男士夏天也需要防晒的 不是就是所有人都得防晒 都需要防晒 因为紫外星人它不仅会加速肌肤摔漏 没错 而且可能还会晒出斑 晒出斑 对那真的很难开了 所以这个状况去男士有时候 会觉得说我自己是混油皮 因为男生真的很多是油皮 像我们大油田 我可能用一些防晒很容易搓泥 或者觉得很厚很闷很闷痘 那用了小银馆之后 其实真的它很水润 完全不会有这样的负担 因此各位如果有这样 接下来一个度假的计划的话 除了刚才讲的防晒之外 气候不同 肌肤状态很容易不稳定 所以呢 记得带上我们的波瑟因安平面膜 也可以安抚我们的肌肤小问题 补水 补水 那这款我们的工具推荐的 嘎那限定礼盒 再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礼盒里面 有我们的波瑟因安平面膜 可以给我们的肌肤水润呵护 改善干纹细纹 修护我们的肌肤屏障 尤其海边很容易晒伤 那加上我们这个晒后 会有一些刺痛泛红的问题 也可以用我们的波瑟因 安平面膜来修复 修复同时加强补水 再加上我们的小银管防晒 可以给肌肤高倍的防御 阻挡紫外线 而且非常适合妆前使用 每每带妆一整天 也不会有任何卡粉斑驳的问题出现 这里大家展示一下 除了我们这个这个礼盒不一样之外 里面刚才有个书签对不对 还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手机袋 很可爱 对很好看 其实来自于我们这一次的一个 我们的超品溯源计划 给大家推出的这么一个 GANA限定的包装 对平常日常出门 你也可以拿它装点小东西 我们现在提倡一个 我们的这个可持续的计划 所以一个纸袋 经常反复的使用它也会非常好 而且我们直死GANA 非常有计划 非常有这么一个纪念的意义 非常好的 那么如果各位需要的话 立刻点击我们直播间 下方一号链接 GANA礼盒就立刻可以入手了 立刻入手 限量只有8000份 限量8000份 我就带回家了 带回家了 我待会其实也会想要下一次下播以后 立刻抢一下 因为这套真的很划算 因为这个面膜和这个小银管 是日常在用的 而且你想看夏天 其实一只小银管肯定不够 我们肯定要多买几只囤着 这个时候非常适合来做我们的囤货装了 是的 好的 还有面膜也是 好的 那接下来 其实我们刚才聊完了 我们这一个礼盒装之后 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龚俊 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 我们的工作计划 给大家透露一下 工作计划就是 工作计划就是 太细 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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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各位宝宝们 我能套的话 我只能套这里了 更多的这些我们动向 请各位关注一下 之后我们来自我们龚俊的 他自己个人的一些官方账号 以及关注我们巴黎欧拉雅的官方账号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助力我们的龚俊 来之后的更多工作计划的拍摄好吗 谢谢大家 也多多关注吉良老师的工作号 没问题 那感谢龚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跟我们一起的探索抖音电商超频溯源计划 欧拉雅法国溯源活动 也期待你过后之后更多精彩表现 最后有没有想送给各位正在看直播的粉丝们的一些话呢 哎呀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陪我一起来到了干娜 虽然我后面录了vlog的 待会回头会剪给大家的 录的很很长 从头到尾都有 很随意的很好玩 这次很好玩 这次很好玩 然后我得去干飞机了 干飞机了 我们俊俊今天非常的忙 别忘了 上飞机以后脸干的话 敷一片面膜 是的 没问题 好了那跟各位说再见咯 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咯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